习近平主席可能把共同马克龙进行在北京举行的回答 令人遗憾的是 多年来这些决议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至今仍未停止 近期还出现了不断加强的趋势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以军事 政治 经济或其他手段 对他国实施单方面制裁 中方支持古巴方面提出的联大决议草案 将会同绝大多数的会员国采取一致立场 中方敦促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政策 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 我们希望美方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和国际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与古方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 这符合美股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整个美洲地区的和平稳定 事件发生以来 中国海关与加拿大的政府主管部门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近期 加方提出了 关于证书签发和传递的整改行动计划 中方评估之后认为 加方整改行动计划 基本符合保证安全的要求 同意恢复接受 加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 舒华肉产品卫生证书 我们希望加方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的监管责任 确保舒华肉产品安全 保障贸易的顺利进行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新疆不存在蓬佩奥先生所谓的拘留营 美方打着宗教人权的幌子 一日再再而三地污蔑抹黑中国的治疆政策 发表毫无根据背离事实的错误言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多次说过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题 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 中国没有靠发动战争去应对恐怖主义 而是依法依规通过教育和培训 帮助受极端和恐怖思想影响的人们 重返社会和正常生活 曾经深受恐怖主义危害的新疆 已经近三年没有发生爆恐事件 这是尊重人权的最好的体现 上千名外国使节国际组织官员 媒体人士先后访问新疆 他们亲眼看到了新疆预防性反恐 和去极端化措施取得的显著成效 我们希望美方各别政客摘下有色眼镜 摒弃双重标准 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加关系 我还是要说 中加关系遭遇的困难 责任不在中方 我们敦促 加方的加拿大新一届政府 认真对待中方的立场和严正关切 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以实际行动来推动中加关系 早日重回正国 中方始终认为 美方应当放弃对伊朗的单边制裁 和极限施压的错误做法 这是化解当前伊核危机的根本途径 与此同时 包括伊朗在内的协议各方 应当保持克制 完整有效地执行全面协议 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举措 我们也希望有关方面相向而行 加大外交努力 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 推动伊核局势走向缓和 中方将会继续与各方一道 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